反正這個地方 剛剛是學員基本資料 清除計算 一樣的道理 切到開課期別這裡 那我希望能夠幫我輸出公式的結果 然後可以幫我把 到底這個班的代號 基本上計算的方式就是按照代號 就是把這個代號裡面有幾個人 去幫我算出來 那來源的話其實就是算學生基本資料 是上這個班的有幾個人 OK 然後一樣有個清除 那你說老師那這個地方怎麼下這個公式 更不要說寫程式啦 因為以前要做到這一點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應該很困難 不過其實你只要會下語法 我是覺得答案應該很快出來了 那這個語法的話我的習慣是一樣切到ChargePT 然後我這邊大概簡單敘述一下 你的那個問題你不能下錯 那開頭一定還是一樣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那做什麼呢 就是統計 有沒有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哪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跟他講說 學員基本資料 那我的習慣前後會加雙影 因為我怕他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工作表名稱 你把它框起來 後面加工作表 他就知道你有工作表 這什麼範圍 因為你要查的是 就是這邊切過來的這個 應該是這個斑別 他的範圍應該是K Ctrl向下 到K2到K120 OK 當然你也可以K藍整個 他應該也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他為了避免錯誤 我跟他講說這個範圍 K2到K120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呢 你的條件是這一個 所以後面補一個 逗典條件為B2的數量 OK 你就幫我統計一下 如果他的條件是C04的這個數量有幾個 所以他最後會把數量幫你返回到這裡 OK 這樣應該OK吧 所以把它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他得到一個公式 就這個公式 他用哪一個函數呢 等於Count if 然後呢 前面這個是範圍 後面是條件 所以你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OK 打勾7個嘛 那當然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他理論上應該全部算完了 不過啦 算完的結果你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數量好像不太對 其實這個公式裡面應該有個地方 需要做一點事情 什麼什麼地方呢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還記得吧 這個學生基本資料的K2有沒有 到K120這個一定是固定的 這個不能說你向下填滿自動加1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你向下填滿的時候有沒有 K2變K3 再下一個K3變K4 有沒有一次類推 然後120的話呢 他會變121 也就是他的數量加1嘛 這個有記得吧 那所以如果你要鎖住這個範圍 K2跟K120的話 還記得吧 當然啦 幾個方式你自己加一下 在2有沒有 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120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打個勾起來OK的 向下填滿 不過數量好像就不一樣了 OK 可是啦 你說老師那這個我不會怎麼辦 其實我剛剛也試了一下 我把這個問題丟給這個 ChargeBT 他就會幫忙有沒有 幫我鎖住K2 冒號K120的範圍 他重新給一個有沒有發現 他就在K2跟K120前面呢 加上前的符號了 可是跟各位講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你只有2跟120加錢呢 那他為什麼K前面加 那跟各位講 其實我建議啦 就是因為我們是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的話 會影響的只有列的部分 就是數字的部分 除非你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K才會再加1 K下一個是什麼 K下一個就追嘛 有沒有 除非你向右填滿 不然的話 其實說真的這裡 比較精確的 應該是不需要 鎖住K前面的這個地方 那你說老師 K前面鎖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也沒關係啦 應該也不影響 因為 反正就加一個啦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精確是不用加 好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哇 他馬上幫我把這個公司做出來了 OK 那錢的符號 看你是要自己加呢 還是請Track去幫忙 都可以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 再斟酌了 我是有把它再加一下 幫我鎖定這個範圍 他懂了 OK 最後的話呢 一樣喔 我就請他怎麼樣 幫我改為 有沒有 幫我改為什麼呢 VBA的Sub層 其實跟剛剛一模一樣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我補一個 輸出到哪一個 輸出到開課期別的 這個工作表的什麼範圍呢 F2到F28 有沒有這個範圍 F2嘛 Ctrl向下 這個是F28 OK 那他就懂了 懂了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程式寫出來了 那我接下來只要複製 那清除的話 我其實是沒有重寫 我是直接拿剛剛的程式 拿來改的 我把它改成清除上課人數啦 因為剛剛的那個清除 其實這邊不是個清除嗎 不過啦 清除這個 我是覺得喔 其實坦白講 你將來寫上面這些都不用 而且根本也不需要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反正你現在那個工作表就是 所以WS點拿掉也沒關係啦 其實以後寫清楚的話 直接寫成哪個range有沒有 點clear contents就可以了 這樣更簡單 所以一樣的道理呢 我把這個改成F2到F28 點clear contents 這樣的話會更簡單 然後就把程式一執行 其實結果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應該要執行嗎 然後上課 計算上課人數 OK沒問題 但是啦 其實我剛剛有發生一個小小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自己能夠把程式看懂之後修改 所以應該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們這樣還遇到的話 你們可以 可能還是自己稍微要看懂程式喔 因為我剛剛把這個程式複製喔 把它貼過來的時候 那我是有改了一下它的這個sub名稱 本來叫什麼 OutputCountResults 那我把它改成這個 改成這個名稱 OK 那我run之後喔 我發現一個問題 清楚喔 可以嗎 run一下 再多一個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它好像計算出來的結果喔 它不是正確的 這個程式可能 有沒有 它全部都0 OK 欸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 這個 全部都0喔 那我就簡單看一下程式喔 其實上面宣告不用管它啦 甚至這個宣告delete掉也沒關係 因為開頭的其實都可以拿掉 因為VBA裡面不需要宣告 那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主要就是用這兩個 變數 當成是這兩個工作表 所以以後你如果看到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工作表 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三個吧 然後它先清除掉 那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去根據F2到F28 做什麼呢 它就利用一個叫做 Walkthrough Function 塞這個公式 點Conif 還記得吧 那範圍的話 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就是這個範圍 K2到K120 那哪一個工作表 就這個 所以喔 學運基本資料 這個範圍沒錯 那條件的話呢 是輸出的 Sales就儲存格 列的話呢 是從第二列開始 有沒有 從2開始 然後面的話有個5啦 5的話是第幾藍呢 如果這樣算下來應該是 第1 2 3 4 5 應該是1啦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喔 其實5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改 如果我自己 如果假設你看不習慣 你可以改成1也可以 可是1是什麼呢 我看 1的是這個啊 可是你說是不對啊 我應該是這一個 它怎麼把我的條件 當成是這一個呢 那顯然是它誤解了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重溫一下 那我知道喔 原來錯在這裡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 把原來的5 改成2就可以了 或者改成B也可以 兩種改法 你可以改成 把5改成2 或者是改成B 這兩種改法 通通可以 那結果輸出的呢 結果它輸到第六藍 第六藍看一下 第六藍就是F 那沒錯 當然你這邊如果 你看不習慣喔 你也可以把6改成F 這是可以允許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其實只有改動 這個地方 其他都沒改 看一下 結果應該OK 執行一下 清楚 沒問題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記得喔 請你把這個結果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啟用聚集回覆這一定要 名稱的話叫EXA104好了 然後存檔之後呢 把它繳交到Poto上 今天的作業就是這個 畫面先往給各位喔